热线十二今日关注 江苏常州少女被嫁四个月后 报警求助要回家 辽宁大连 纠战雀巢实施盗窃 男子被刑拘 云南昆明 三名儿童上错车 公交公司急寻家长 我也想用自己的 云南是私图里的 跟我一样 在以前那么需要帮助的人 没开始节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热线十二 我是主持人小辉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快报 近日江苏常州的民警 接到了一个女孩的求助电话 她说她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给卖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 你们家有没有人报警 有人报警了 人回来了 什么事情 他整丢失了 干嘛 什么事情 我被我爸卖到这里 我被我爸卖到这里 卖到这里的 你怎么知道卖到这里的 因为咱们卖到合作 咱们卖到合作 咱们卖到合作 你去睡了这年 这年只睡了 168 1999年 13 据民警现场了解 报案女孩小花 云南还未满18岁 当时我们看到那个小姑娘的情况 就是比较无助 就是验身 那么但是我们在她身上也没有看到那种 就是说被囚禁 被就是遭到虐待这样的迹象 只是一个劲地说 想回家 民警发觉女孩神情有些不安 于是一边安抚女孩的情绪 一边了解更多的情况 就是我爸他们给 就是他们给了我爸14万 然后我们还不起钱 那你有没有身份证 我有身份证 是大妈妈这个 你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我相当于是他婆婆 是他婆婆 我被迈到这里了 由于小花和自称他婆婆的女子 两人说法不一致 民警将他们一起带回派出所 做进一步询问 她的爸妈 收了他们家16万的彩礼 然后之后呢 这个小女孩就跟着 跟着她的公婆到了长洲 小姑娘到长洲的第一天晚上 就发现她所谓的老公 竟然患有癫痫 癫痫就发作第一天晚上 所以说她感觉很害怕 在恐惧中 小花在长洲坚持生活了四个月 因为她的父母 跟长洲的这家人签订了合同 但这四个月的生活 让小花实在难以接受 尽管父母不同意她回家 但小花还是决定离开 那样身上从那边云南过来 是带了点钱 但是钱就是被她在这边 也基本上也花光了 没有什么钱 所以报警向我们求助 就是小女孩 她就是只想回云南回家 然后她的公公婆婆呢 也不是说要强制地挽留她 就是也比较尊重她的意思 最后就是双方调解一下 就决定就是由她的公婆 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 2016年8月25号 民警拨通小花的电话 进行回访 喂 小花 那个我是青龙所民警 就是你现在已经安全到家了 是吧 是的 安全到云南了 你爸妈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小花说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当时对方给的16万元彩礼钱 已经用完了 她准备在自己成年后 外出打工来偿还这笔钱 小花还表示 自己不会再被父母 以这种方式嫁出去了 好 再来看下面一条消息 辽宁大连的韩女士有一套住房 平时很少去住 近日她来到这一处房屋 一进门吓了一跳 屋内的很多物品都不翼而飞了 经过清点韩女士发现 除了床等大建家具没被偷 能拿走的小建几乎都被拿走了 损失上万元 韩女士报了警 民警调取了楼内电梯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几名可疑人员 从电梯内的监控录像 我们可以看到 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从电梯外将大包小狗的东西 搬到电梯内 经过被害人韩女士辨认 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家中 丢失的一些物品 其中一个搬她东西的男子 就是韩女士的朋友驴某 事后韩女士给驴某打电话 但驴某拒不承认这件事 所以经过我们研判 得知驴某涉嫌盗解罪 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面对民警 驴某终于承认了盗窃的犯罪事实 驴某交代 今年年初她去韩女士的住处做客 得知韩女士很少过来住 就找机会偷偷配了一把房门钥匙 韩女士走后 她便纠战雀巢搬了进去 还经常带朋友过来住 见屋子里实实齐全 她又找来几个朋友 来了一个搬家式盗窃 而韩女士存放在屋里的古钱笔 则被她拿走送给了朋友 目前驴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还是那句话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好 再把目光转向云南 近日云南昆明金店公交公司 来了三名小朋友 据说呢 他们是公交司机从公交车上捡来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69路公交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 下午三点左右 他开到实验中学附近时 听到车的上层 有几个小朋友跑来跑去的声音 由于该路段红绿灯较多 小孩在公交车上跑动不安全 于是李师傅便提醒带小孩的家长 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但是说了半天也没有人回应 几个孩子依然在玩耍 从那个监控屏幕 发现他们在上场随意走动 跑过来跑过去的 然后到红单口的时候 等红单的时候 我上去询问 发现是没有家长带着孩子 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 李师傅特意将孩子们带到一层 并且安排他们坐在自己身边 你们在哪个站上呢 是不是没有家长 坐到这个地方 快点 好好坐着呢 那 你们要坐到哪个地方 啊 你要到哪个地方 你给我去吧 快点说 问了半天几个孩子始终不作声 无奈之下 李师傅只能将他们带回公交总站 通过监控才发现 小朋友是在交三桥站点 从后门上的车 记着来到金电公交公司时 三名小朋友正同陪伴的工作人员玩耍 通过聊天才知道 三人中瘦小的这个是哥哥 刚满十岁 黑衣服的是他的妹妹 另外一个是他的小伙伴 三个人约好了下午去森林公园玩耍 我爸说 想玩就不来玩 我就不来玩 你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啊 我猜我听他玩 朋友 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 69路公交车 根本就不路过他们要去的那个公园 而这几个小朋友 也只知道自己的家在日新路 至于父母的名字 家里的电话却都不清楚 无奈之下 公交公司拨打了110电话 希望民警能够帮忙找到孩子的家人 随后孩子的家长在看完新闻后 一来到公交公司 将三个孩子领回家中 好 进入我们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官方网站 录入信息 同时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 可以查看更多的寻人信息 赵虎 男 1998年6月6日出生 2002年7月26日 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县城失踪 体貌特征 一只手掌上有段掌纹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采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继续中华慈善日特别节目 温暖上学路 今年19岁的湖北恩师女孩 罗双梅自幼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父母身患重病 经济也十分的拮据 16岁那一年罗双梅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可是当她的人生陷入绝望的时候 她遇到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机会 从小到大 三四点钟的时候 我妈就会坐在船边一直看着我 大半夜不睡觉 一直盯着我 在黑暗中盯着我 听见我爸一个人在那儿哭 不说话 很忧伤 这些天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孩子 他们大多家庭贫困 仅凭家庭和个人的力量 真的很难扭转自身的命运 究竟该如何才能真正的帮助到他们 这是很多心怀善心的人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叫罗双梅的女孩子 通过她的个人经历 来给这个问题寻找到一个答案 19岁的小罗 三年前初中毕业 因为家境的原因 不得不辍学打工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帮助她重返校园 如今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初这个机会 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如今的她和过去的她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现在我是在北京市的丰台区 今天我们就专程来到了小罗实习的地方 来探访她现在的生活 因为我感觉我从小来 就是从自卑中长大的 所有人都知道 我妈妈是什么样的 爸爸是什么样的 我亲戚是什么样的 我是什么样的 就觉得特别想逃避那个环境 到了北京这边 我心里有一点庆幸的是 我离开那个环境 待会儿不用有人会认识我 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 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就跟别人说话 感觉自己跟正常人可以一样 来 谢谢 从我还没有在北京之前 我就渴望着自己被人重视 就渴望着自己 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还是希望有别人看不起我 我比别人也不差 罗双梅的家乡 坐落在湖北省恩师土家 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小山村里 在她出生之前 父亲经营着一家 效益不错的专厂 家中的母亲贤良淑德 哥哥罗真聪明伶俐 一家人过着令村里人 羡慕的生活 1997年的国庆节 罗双梅和她的双胞胎姐姐诞生了 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 可好景不长 双梅的姐姐在出生了两个月之后 突然夭折 这一沉重的打击 让这对夫妻悲痛万分 而让她们更加无法想象的是 女儿的离世 只是这个家庭厄运的开始 所有的人都因为是我 咳死了我姐姐 从来以后我妈精神就受不了 所以我妈就患上了 精神分裂症 因为从小就因为我妈的事情 因为我 我基本上我的亲戚都不喜欢我 包括我外婆也不喜欢我 就是没有人喜欢我 因为我妈的语言造成了我 就是不爱说话 别人说人家这是疯子的女儿 她就是小疯子 包括我同学还编一段歌 还在嘲讽我呢 我都习惯那会儿 就是还得被人这么说 从小我就教育他们吧 我就说 我说对你妈妈也好 你妈妈是病的 如果她确实不行 我们爷儿父子 有责任演她一辈子 他们也就承认这回事情 同学的嘲讽 亲友的冷漠 罗双梅和哥哥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那些年 父亲起早贪黑的工作 对兄妹俩百般呵护 并把他们送到 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 父亲想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来填补两个孩子失去的母爱 可没过几年 这个刚刚鼓足勇气振作起来的家庭 再一次受到了厄运的冲击 楼上下来吧 一脚踏口 倒下去就不会说话了 又是头着地嘛 全身都在流血 那会儿她耳朵一直掉 一直流血 这边一块 一直流血 我就对我爸擦 我也擦一掉眼泪 我还说这肯定不是我爸 感恩都不像 因为摔在血肉模糊了一家 那是当年整个湖北省 难度最大的一次手术 父亲的专厂当时一直亏损 为了负担日常的开销 和双眉哥哥上高中的学费 家里的积蓄 早已所剩无几 危难之时 双眉的二叔几乎倾尽了家当 最终把父亲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 而面对后续高额的医疗费 哥哥只好带着 还在上小学的双眉 四处借钱 在外面借钱也借不到钱了 我因为我出事 就在外面就 借了无能 因为我妈的原因 我妈那边的所有亲戚 跟我们家等于聚交了 那会儿我很小 我还不懂什么 什么什么人情事故 完全不懂那会儿 我亲眼看着我哥 我哥带着去跟我舅舅 然后呢 我就站在打麻将呢 就来救救我爸 他的妹子都搭理我们 我们给人跪下了 你看他看我 看我们的眼神 都是嫌弃的眼神 从小就是因为我妈的原因 我就已经觉得 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很不幸了 后来我爸出事了 真的那会儿 真的感觉世界都要塌了 出院后 照顾父亲 成了这个家 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那个人 竟然是双眉的妈妈 跟别人不一样 但他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 他那会儿他就照顾我爸 他就知道怎么去照顾我爸 他每天给我爸做饭 而真正让双眉释怀的 是他去北京之后的一次回家探亲 平时少言寡语的母亲 见到归来的双眉后 主动跟女儿交流 我就在屋里边坐着 我妈就过来 跑到屋里边去 把她糖果拿出来 然后是说这个 她说 那个双眉 那个我 赶紧把她糖果吃掉 因为一会儿你爸该骂你了 但是我觉得是掉眼泪 特别接受不了 但是我妈说你第一句话 后来我开了糖果 已经过期了 已经很长两长时间了 双眉渐渐明白 母亲其实是在 用另外一种方式 爱着自己和哥哥 爱着这个家 每天深夜盯着自己看 也许只是出于一个母亲 想要保护女儿的本能 那一天中 我妈哪也没有去 就因为她就一直看着我 我跟我老师 他们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妈就 一直傻笑 看得出来 她特别特别高兴 我回家了之后 特别特别的高兴 双眉的父亲 丧失了工作能力 专场也彻底垮了 家里从此失去了经济来源 离高口还有一步之遥的 哥哥罗珍也辍学了 而在中学 住校的双眉 每一次回家 父亲就要向邻居 打一次欠条 凑足他下一周的生活费 我每次上学 我每个礼拜生活费 我最讨厌的是只有星期天 因为星期天的时候 我都要看着我爸 除了拐单 去挨家挨户 去借钱 跟人说好话 爱生爱心地 就跟人借钱去 从来没有人去帮我 开过家长会 我都不喜欢有一天 能帮我开家长会 然后那天 要翻假了 我爸跟我说 我去接你去 我就跟我同学们都说 我爸要来接我了 怎么着 怎么着 后来已经很晚了 我爸没有人来接我 我就接我同学 就跟爸打一样 我爸你为什么 不来接我呀 我爸说那个 哦 在你考试前一天 你也去世了 我身边也没有说 我说哦 然后自己被女子回去了 所有同学说 啊 你就没爸 你就没家长 那天吹什么吹呀 他开始说我 自卑 少言寡语 就是双眉在三年初中生活的常态 眼看就要毕业了 他无数次幻想着 自己能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一个没有人了解他过去的地方 继续读书 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他 这也只能是一种幻想 后来我发现出不去 我想上学 我上不了 我家里没钱 我后来发现 我堂哥他们都已经报了名 去学校报了名 我连基本的报名 一些东西都没有 我连车费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家里边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那段时间 那个暑假是我过了最难受的一个暑假 我把自己闷在屋里边 我想去上学 我白怨我爸 为什么不送我去上学 他时说是要来这边上学 要自己过来 他出来上学的时候 他爸爸给了他一百块钱 一共是过来的有十个人 十个人中呢 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 第一是 他们不知道说一句话是什么 第二是他们觉得大老远的跑这么远 觉得不太现实 但是那会儿我觉得是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如果我犯这个机会的话 我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我这辈子都这么毁了 然后我就跟妈都说 你说啥 妈都快气死了呀 刚到学校的那段时间 双眉的心中是雀跃的 可没过多久 她就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 想到父亲在家中的艰难 她甚至觉得自己外出求学 是一个自私的选择 深思熟虑之后 双眉做了一个决定 大约当上了一个不到两个月时间吧 小孩突然失踪了 结果学校就找到我们 说这个孩子走了 我说家里有没有一个情况 她说哥哥来学校同意让她走的 就一定要学的辍学 真的就是想着一定要把这些学辍了 我真的是感觉我承受不住了 虽然这位同学不了家里什么情况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 我到底是需要去干什么 我家里面需要什么 后来我就是一定要辍学 如果当时她比如说她找到了我们任何一个老师 和哪个老师说 她一分钱没有我们都会给她 我们都会给她 但是她谁都没有跟说 就连他们宿舍的人也都不知道她没有钱 双梅不想再向任何人求助 因为从小到大 自己那个摇摇欲坠的家 似乎一直都是在祈求别人的帮助 而这一次 她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来度过难关 我刚开始出学校的时候 我支了600块钱工资 我支了400 我爸爸不敢收 为什么我会有钱 他跟我说 他爸爸我现在我就没有准备上学来 我要出门出学打工 我请到这些子 我只好牛奶呢 因为我格外在家里拿不出一分钱 学校的刘沐春老师 在一次远赴湖北家访贫困学子的过程中 走进了双梅在恩氏的家 听双梅的父亲 讲述了女儿辍学的故事 整个的屋子里边 就是没有一点像家的感觉 我就开始想 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边成长出来的孩子 他应该是什么样的 把他找回去吧 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一个事 我说这个孩子回去之后 我一定给你找回来 无论如何 我说我都会给你找回来 让他继续回去要上学 后来我爸跟我说完找我了 我没带回事 后来很多学校老师给我打电话没接 但我都女老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我就劝他 我说双梅回来上学 后来老师我可乐可乐 其实他当时就在说之后呢 他并不是因为学校的原因要让我回去 而是想完成我爸爸这个愿望 找到我 那天我看这个信息我想了很久很久 我就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回信息 我说好的那我们见一面吧 那是第一次的见双梅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没有信任 我也没有了自信 把他从小到大内心的那个压抑 都从头到尾都说了 一会儿说一会儿 你跟老师回学校吧 他给我哭了好久好久 就把我带到我去开始跟他哭 但是那是他彻彻底底 第一次 有些事吧 不要继续说什么 实际上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提前过母爱 甚至什么感觉 但我那会儿 他就跟我妈一样 罗双梅在桌州市执教中心 顺利毕业之后 被授予计划 推荐到北京的一家酒店实习 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员工 升到了经理助理的位置 韩子也是男子的俊宇 这边过来 但是万一感谢你下班了 怎么办 我不下班今天晚上 快请休息 学校两年结束了 工作一年结束了 还剩最后两年的大专 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可以拿帝儿这了 我当时觉得无所谓 拿不拿都没关系 现在觉得其实文凭还挺重要的 我准备了给客人过生日环节 和一个主任客人他女儿 穿上厨师服 去给他的父亲煮一碗传售面 新潮的牡丁 没有芳华 是男的念不长分沙 爱小巧的唯美 不得清高 大亭的京剧 呀呀 故事毕竟是故事 已经成为过去了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 所以我不愿意去带着他走入那个故事里边去 他不提我从来不会去问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能够保持积极乐观向上 这是最珍贵的 所以我们愿意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面去引导他 故事让他沉淀在心里就可以了 有人在听他诉说他的苦 有人在解决他的苦中 解析他的苦是什么原因 然后让他内心里面放下了 再加上学校企业 我们共同来给孩子一些关爱关心 现在不忙的 这叫罗绍梅今年才19岁 他现在这个水平到了一个店里边去 如果给他一个店总的位置 在某些方面他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再经过两年的历练 我相信未来他就是一台发动机 你给他一家店 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农历来去把这家店 去把它经营得非常好 那我相信罗绍梅有了这样一个能力 对他的一生 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家族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资助一个人 去资助一个跟我一样 在以前那么需要帮助的人 对那个在过去的爱 因为我那会我想要帮助的时候 没有人能帮助我 我年为了去减了一点生活费 我都要没想到就是山头脑筋 我希望通过现在我到我这个工作岗位了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一点点 可能就是我的工资的多少段 一点点去帮助 另外一个学生 可能那一项那一项钱 就刚好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三年前的那次机会 究竟给小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 对于现在的生活 小罗说他很知足 而对于未来会怎样 小罗的愿望又非常的朴素 他希望自己的家人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发生在小罗身上的变化 已经在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整个家庭的命运 今天我们的采访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于采访之初我们所带的那个问题 相信罗双眉的案例 已经能够给予一个非常阳光的答案 我最喜欢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我曾经看了书看哪儿 看电视看得我也记不得了 好像就是天空还是蓝色的 云彩还是白色的 天不会塌下来 你也不会倒下去 我觉得天还没有塌下 多点事 只要天不塌下来 你肯定能够坚持下来 好 现在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工信部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执行会长李红艳 李会长您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授予计划秘书长高启辉 欢迎你 高秘书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的方式 和我们进行节目的沟通与交流 那高秘书长对这个罗双梅的这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 包括刚才在看片子的时候 我看你一直都在抹眼泪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您觉得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变化大不大 这个孩子应该说我们所有计划从开始成立 他进来读书一直到现在 所以说经历的比较多吧 他的变化非常大 因为我去过他家 原来就不是个家 然后呢怎么说呢 这个孩子从读书遇见了很多波折 然后从读书完成 应该说我们也有一些心理路程吧 包括他的老师 包括我们 包括过年的时候 我们还得把想办法给他找回来 然后呢最后把书读完了 关键是把他心理阴影再慢慢改变 书读完了之后安排他工作 我认为自从工作以后 他的变化就非常大了 就开始更开朗了 也开始接受现实吧 也懂得什么叫就业 什么叫工作 那么最后呢 现在一年的时间 成为一个总经理的助理吧 一个店的总经理助理 最关键的是他现在特别的乐观 而且向上 特别是近期我提出来要申请 资助一个像他一样的孩子 就是他也开始帮助别人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他也非常积极地在备赞 北四大的入学考试 已经考试完毕 现在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 承认网络教育学历的一个学生了 所以未来的两年的全日子读书 未来的两年的读书 摆在他面前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是我们 思维计划帮助在进几千名中间 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孩子 这样的 所以您刚才看片子的时候 确实非常的感慨 一边看一边是还在落泪 跟着他的这种经历 因为了解太多了 这个孩子 那从罗双梅的经历呢 我们可以看到 授予计划这个工艺项目 确实是把精准扶贫 做到了实处 而且是也形成了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态势 我不知道李会长 就是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 作为这个工艺项目的一个合作方 未来在这个合作项目上 还会哪些投入 说起来我们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 是专门从事绿色生产专项扶贫 这项工作的 但是对这个授予计划 实际上也是我们双授计划的 其中一项 所以给那个高密码合作 这个绿色的扶贫计划呢 也是我感觉的 也是我们工业系统 说必须承担的一些设备 你比方说我们企业发展了 企业是专注做企业 但是企业对这个专门的扶贫工作 特别是苹果儿童的扶贫工作 可能还很少能顾及到 这我们专项的机构 来做这专业的事情 我认为效果会非常好 那未来这个授予计划 还有什么呢 在新城买所大房子 我们一起看他细细的过日子 带爸爸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 杨栋梁 祝赞 – 赞,代鲁吃饭